首先熱烈歡迎班達主席 以及各位捷克眾議院貴賓來到台灣 班達主席擔任友台小組主席20多年 是台灣在捷克的堅持友人 除了長期協助深化台傑關係 這次更是第12次造訪台灣 非常歡迎他 這次也是捷克眾議院 在我今年5月就職以來 首次組團來台灣訪問 對於台傑雙邊關係來說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非常感謝各位貴賓 以行動對台灣的支持 未來台灣和捷克 無論是在半導體產業 網路安全 或是文化等各領域 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我很高興看到今年6月 捷克中心台北成立 台灣捷克棒球交流賽 甚至這次各位貴賓所搭乘的 是台北布拉格直航班機 這些都是台傑密切合作的成果 這些都是台傑密切合作的成果